湖中,无音双目喷火,实在气坏了,他这种身份自然很少吃亏,没找王轩麻烦就不错了,他今天居然主动动手,不,是动脚,简直让他忍无可忍,要气炸肺了。 而且,他的臀部隐隐作痛,那一脚的力道可真不轻,让他当时差点叫出声。 他本就脾气很大,现在胸部起伏剧烈,恨不得立刻冲上岸去,找那个人算账。 但他没敢动,因为长裙全湿透了,贴在身上,他这种曲线惊人的身材实在是不敢上岸,不然肯定会成为焦点。 他用长发遮住面旁,担心被人拍照,但水里真的有些冷,毕竟是深秋季节,连动带气他咬牙切齿。 另一边,女星就没那么镇定了,落在湖中后尖叫起来,这种经历对他来说简直是噩梦,直接呛了两口水。 还好落入湖中的黑衣人尽职尽责,一群人中也有几个女保镖,游过去架住他,没让他沉底,但脸上的妆都花了。 无音的助理看到这一幕,没敢冲动,他也被踢下去,他站在岸上赶紧打电话向人求援。 有黑衣保镖要上岸,结果围观的群众起哄,又给他踹下去了,其他黑衣保镖见状都不敢上来了。 大家散开一下,救人要紧,不小心落水最容易受凉。 王轩喊道,他也不想事情闹大,还是让人先上来为好。 陆续有黑衣人上岸,明显低调了很多,不敢再推丧人,在岸上拉同伴上来。 大吴,我拉你上来。 王轩对无音喊话,本着与人为善,冤家以解不以解的精神,他主动伸手,想救无音上来,并且很体贴没喊他真名,毕竟他来自新兴某个超级家族,身份有些敏感。 无音没动,听到大字后,他的美目喷火更严重了,他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对救助与被关心的暖意。 相反他觉得,那人绝对是在故意报复他上次的过激言行。 王轩见他没反应,且低着头,用发丝挡住翘脸,跟个鸵鸟似的,他也懒得再管,毕竟只有紧面之缘。 无音发现他的目光扫过,觉得他是故意的,想将自己拉出水面,看他长裙湿漉漉的贴在身上的狼狈样子。 雷雷,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脸上挂着泪水,带着哭腔,快速跑了过来,迎向王轩身边的小女孩。 妈妈,小女孩欢快地叫道,刚才人太多,加上黑衣人乱推嗓,他们母女两人被挤散。 王轩见状,立刻将小女孩送了过去,女子带着哭腔感谢,赶紧抱起自己的孩子。 正在这时,有个五十几岁的男子走来,身边跟着挤人,让王轩顿时警惕,那男人身边的挤人都不简单。 小音,你这是怎么了? 说,我被人推下水了。 无音告知,并看向王轩这里。 王轩叹气,老陈动作有点慢,怎么还不到? 他早先未走,现在自然也不会离去,自己淡定地出头。 他作为热心群众,主动上前告诉中年人,那位女星排场太大了,导致这里道路堵塞,保镖将路人差点推嗓进湖中。 真是太不像话了。 王轩摇头,道,明明自己犯错,刚才女星还小声说,认识湖中的受害者,简直是。 五十几岁的中年男子,名为吴承林,的确是无音的亲叔叔,他自然相当地精明。 一听这话,立刻知道,眼前这小伙的热心掺着水分。 他们两人该不会真的认识吧? 王轩指着水中的受害者无音,又指向不远处的女星那里。 不认识。 吴承林立刻摇头,而且快速脱下外套,递给已经到了湖边的无音,亲手拉他上来。 他自然要否认,他们的形式风格就是如此,不想过于高调,一般都在台下或者幕后,不愿让自己曝光,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。 更何况,今天的素材如果登上新闻页面,肯定很负面。 不远处,女星与他身边的助理都很不甘心,想要说什么,吴承林直接向那边看了一眼,又对围观众人道,没什么好看的,都散了吧。 第一个散场的,就是女星一行人,什么都没说,很低调地走了,没有将事情闹大,更没有来找王轩的麻烦。 王轩也转身就走,结果还没有走出去一百米,就看到一辆车风池电车而来,停在路边,正是老陈赶到现场。 老陈,我先回去了,大致是这样,王轩与他手机通话,自身并没有过去,简单告知情况,准备离开。 意外啊,竟然是老吴,是这次我们的合作对象,小王,你要不要过来? 先熟悉下,以后少不了打交道。 老陈一边和王轩通话,一边看向胡编,有些惊讶。 王轩感觉有些不对头,上次探险组织不是在青城山截胡了凌家、周家、吴家吗? 怎么现在又合作了? 不过他也能理解,当利益一致时,仇敌都能走到一起,更何况双方估计一直都有合作的底子在。 上次的截胡也是老陈暗戳戳地指使倾目下手干的,对方未必知道。 老陈,我就不去了,忘记告诉你了,我刚才把老吴的侄女一脚踹进湖里,你看着解决吧。 但你千万别卖我,不然的话,关于羽化登仙的大机缘,你这辈子就别想了,我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告诉你。 老陈一听,顿时作牙花子,他身为救赎领域赫赫有名的大高手,让新兴的人都要来拜访,居然要亲自出面解决这种破事,有点丢不起那个人。 最后他走过去,喊走了吴承林,两人去喝茶了,让别人来处理胡编的事。 次日,也就是周一,王轩正常上班,他觉得这种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,过来看看,也算是默默地同相处时间很短的同事们告个别。 不久后,老陈也来了,荣光焕发,和上次哈欠连天,眼袋很大,没睡醒时的样子相比,完全不同了,现在的老陈精神异异。 老陈,好多天没见,你气色不错啊,对了,已经研究得怎么样了? 有同事打招呼。 那破书,戒了。 老陈很干脆地回应道,然后他直接将王轩喊出去,准备好好聊聊。 上班呢。 王轩出来后说道,我给你放个长假吧,最近你好好休息下,这是小事。 老陈很热情,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,让他去休息一段时间。 既然如此,你干脆给我换个环境吧,我想去新兴了。 王轩开口,与其拖延着,不如果断趁早,他已下定决心。 老陈回头看向王轩,没有想到他竟主动要前往新兴。 他搓了搓手,道,没问题,不过财阀千金那边,寡妇家族那里,竞争激烈啊。 王轩携逆他,道,老陈,你是不是就时代的小说,看多了? 你应该这样安排才对,我到新兴后,你应该让财阀的千金给我来当保镖,让什么角色寡妇给我来当司机,这样还差不多。 老陈叹道,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毛躁,不懂得吃苦耐劳从头开始,直接上来就猛龙过疆,你这要求有点高啊。 王轩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,好像真能安排似的,便也故作深沉,道,像我这样的人,可皆语化真相,你不给我安排几个顶尖高手,好意思吗? 我这要求不高,有点道理,老陈居然点头,又道,你去新兴那边后,我给你安排下。 王轩懒得回应,他认为老陈为了语化仙法,真是一点节操都不要了,一本正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。 老陈想了想,道,你觉得被你一脚踹在屁股上,掉进湖里的姑娘,怎么样?让他给你当司机。 王轩没搭理他,不想听他瞎咧咧。 小王,你是有点看不起我老陈以及我们这个组织啊? 老陈看着他,道,如果是在以往,确实有点难度。 但这次,是老吴他们求过来的,让那个挨踹的小姑娘当司机怎么了,正好可以帮你掩饰身份。 如果合作的话,你也算是关键性的一环,他们凭什么不乐意? 肯定愿意配合。 王轩获得转身,看向老陈,前阵子这老头就窜多,他去新兴,原来早就有什么合作计划,这事提前就把他给卖了。 老陈,你们是不是想去挖地仙草? 我不参与这个行动。 王轩一口拒绝,新兴那么多组织,以及实力强大的采法,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采摘到地仙草,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,他才不去当炮灰。 老陈哑然失笑,道,你想哪里去了,地仙草计划排在后面,现在还轮不到,这次的行动没什么危险,你要相信我老陈的人格保证。 王轩看着他,真要信了这位老同事才见鬼呢。 老陈道,你想啊,吴家的小姑娘都参与,给你当驾驶员,嗯,小型飞船的驾驶员,她技术没问题,她都投身当中,能有什么危险。 王轩看着他,总觉得他想法太多不可信,现在还有点老不正经。 老陈,聊正事吧?当然,先说好,你不要想着把我卖给吴家,不然即便我传你语化仙法,你后面也会出事。 老陈自然愿意立刻聆听语化仙法的秘密,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,道,小王,你不要觉得我说的话不靠谱,这次的确是他们来求我们,作为救赎领域中很有发言权的我,还是值得他们郑重邀请的。 现在,他们更是进一步意识到,有些问题还必须得找练救赎的人才能解决。 老陈,看你底气十足的样子,你的救赎到底练到什么程度了? 王轩还真有些好奇,老陈但笑,相当地自负,道,这么说吧,和你在大黑山生死搏杀过的那个孙成坤,当年还没有被重创前,处在最巅峰的状态时,别看和我年岁差不多,但是每次相见。 都毕恭毕敬,喊我一声陈老师。 怀疑? 王轩看着他,而且是严重怀疑,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?老陈这么变态吗? 这时,他们已经走到设计院后面的废弃的机械厂中,老陈经常来这边的水塘钓鱼。 看到没有,那片废弃的钢铁机械,还有大号的齿轮,缴碎机等。 我年轻的时候,没少徒手拍他们,常在那附近练功。 老陈只向前方一片生锈的机械,黑压压一大片,不知道有多少吨重。 说到这里,他还向前走去,用手拍了拍一块十几公分厚的废钢板,道,我已经不出手很多年。 然后他催促王轩,可以和他讲语化仙法的秘密了。 王轩没打算敷衍,这次本就打算给老陈好处,他直接掩饰老僧所传的拳法。 他边演练边解释第一事,不过他没能打出真正的权益,因为需要五脏等跟着振动发力。 刚接触难度实在太高了,他现阶段只能用言语去描述。 老陈是内行,惊叹起来,道,厉害啊,看着像大金刚拳,但绝对不是,对于我来说,想练都很有难度,值得挑战。 王轩只教了他仪式,告诉他可以回去了,明天就会补拳余下的几事。 行,不急,明天我再找你。 老陈点头,匆匆离去,有些迫不及待要去练了。 王轩无语,他的意思是,今晚双目流血的老僧会去找老陈,两人愉快地相处一晚上。 老陈应该什么都会了。 带老陈走后,王轩也拍了拍那块十几公分厚的钢板,结果他的脸色当即就变了。 老陈刚才拍过的地方,钢渣子散落下来,彻底变成细小的碎屑。 他真的震惊了,倒吸冷气,老陈竟这么变态。 王轩回想,老同事刚才似乎没怎么用力,就那么轻轻拍了下,这种实力让人震撼与惊悚。 下次我得对老陈态度好点,被这么个极度危险的老同事惦记上,真让人头疼。 王轩叹气。 晚间王轩回到家中就开始磨叽,告诉老僧,可以去老陈的床边坐坐,因为老陈经常去新兴,能够帮其解决心愿。 第二天一大早,老陈就找王轩来了,双眼像是兔子的红眼睛似的,鲜红透亮,他质问王轩,道,小王,你行啊,又害我。 刚送走一个女方式,现在又送我一个鬼僧,你什么意思? 我还没不好绝呢,新的议论又开始了。 王轩诧异,道,他没教你那种拳法吗? 老陈愤闷,教什么? 他坐在我床头,盯着我看了一宿。 每次我想睡着,他就会凑近,死灰色的眼睛相当甚人。 还不如上次的天仙子呢,好歹人家保持距离,而且真实容貌风华绝代。 哪像这个,黑漆漆,还散发着腐烂的气味,什么也不说,整修俯视着我。 鉴于老陈真实,实力那么变态,王轩决定认真点,免得老陈不得其法而发飙。 他详细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。 次日,老陈更加憔悴了,悲愤地来找王轩,道,小王你坑我。 我怎么坑你了,我都详细告诉你经过了。 王轩真心觉得冤枉。 我按照你的经验,冲着他的脑袋就给他来了一下。 结果,他在我的精神领域中活活打了我一宿。 老陈悲愈欲绝。 感谢,乱了思绪,闲断浮生,谢谢两位盟主的支持。